请不吝点赞 许子奇 千一儿媳 闷碎 90岁婆婆回来抢家产 抓紧生舞台了 说到香港的豪门 那真是几天几夜都说不完 但说起豪门 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可能会是赌王一家 今年90岁的赌王前段时间终于完成了财产划分 豪门恩怨也可以告一段落了 但其实香港还有四大家族 李嘉诚 郭氏三兄弟 郑玉彤 李兆基 今天要说的就是李兆基 赞助商链接或许有一部分人知道他就是徐子奇的千亿公公 当时徐子奇嫁入豪门之后 公公曾经放化药孙子之药生到第五胎脚给徐子奇十个亿 因为公公本身身家就有几千亿 所以徐子奇已被称之为千亿儿媳 而且徐子奇的老公李嘉诚因为结婚时间早孩子多做生意已有头脑 所以接班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外界早就对李家的财产华分产生蛮浓厚的兴趣 赞助商链接然而一个人的出现却直接打破了徐子奇千亿儿媳的梦 那个人就是李兆基的原配妻子李嘉诚和李嘉杰的生母刘慧娟 今年已经90岁的刘慧娟是最长寿的港姐 当年跟李兆基也是你浓我浓的 后来因为公司决策上的意见不统一被李兆基直接赶出家门了 刘慧娟是个不服输的人 被赶出去之后立即去往加拿大定居 跟李兆基再也没有联系 但是这么多年两人都没有在嫁或者在娶 刚没报刘慧娟有想要回来争夺财产的意思 不为别的就是淹不下这口气 是想90岁的女人还能做什么呢 赞助商链接只不过突然杀出来的婆婆必然也让许子奇大惊失色 要是想保住自己牵衣儿戏的身份只能加紧生孩子了 说不定生到第四个第五个就能多分一点才产什么的 都说豪门不易分光的背后都承担住不晓得生育机器的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